每年全球影坛盛世 奥斯卡颁奖典礼都让影迷相当期待 不过因为新冠病毒搅局 美国影艺学院宣布 原定明年228举办的第93届颁奖典礼 将会延后8周 到明年4月25日举行 参赛影片的报名截止日 也同时延长到2月底 这是奥斯卡史上第四度延期 到时候会以线上方式 或现场举办还没决定 过去参赛影片需要 先在洛杉矶地区戏院上映一周 才能获得报名资格 主办单位也为下届奥斯卡 魄力改变游戏规则 第一次 电视频开始制作用 因为疫情关系 许多大片拍了一半停工 或无法如期上映 进入暑假档期 原本力推的卖座强片 又一言再言 我们在努力阻止世界大战三 我不是说我们要进来 没有 有点强烈 克里斯多夫诺兰 科幻大作天能 原定7月17号上档 和十年前全面启动同一天 外媒疯狂猜测 从天能的故事和世界观看来 很可能真的是全面启动续集 但因为疫情 现在不得不延后两周 我需要你 你知道你需要做 观众超期待的 DC超级英雄电影 神力武昌人续集 上映日也不断延后 目前定在10月2日上档 直接放弃暑假档期 至于已经演过一次的 迪士尼强片花木兰 没传出再度延期 预计7月24日上映 阴错阳差成为疫情解封之后 好莱坞第一部上映的 暑期枪挡片 顿声鬼中心综合报导